英国警方在伦敦和附近的肯特郡展开反恐调查 开枪打伤一名女子 还有四人因为涉嫌恐怖活动而被逮捕 警方在伦敦郊区突击扫荡的街道上拉起封锁线 搜查范围包括伦敦西北部的一栋房子 警方在反恐行动中开枪打伤一名20岁女子 伤者送院后仍受警方监督 不过还没有被逮捕 另外还有三名嫌犯在伦敦被捕 一人在附近的肯特郡落网 所有四名嫌犯都因涉嫌准备发动 或教唆他人发动恐怖袭击而遭警方拘捕 警方表示这起事件同早前一名持刀男子 在白厅被捕没有关联 伦敦警方早前也在靠近国会大厦的白厅 逮捕一名27岁的持刀男子 白厅一带设有许多政府部门办公楼 事发时首相特里萨梅正在英国北部进行竞选活动 他赞扬警方及时解除危机 伦敦警方表示这起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